这蜘蛛可不是一般人 男人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而他露出99米的獠牙石 吓得男人瞬间哑巴呆住 蜘蛛直接爬到车上 哭斥一跳 跳到一旁的车子顶上 懵逼的男人有点懵逼 急忙开上车准备离开 就在他以为安全时 却被一团神秘的火焰挡住 他赶紧下车 我的天哪 地上居然出现了一个深坑 当他抬起脚石 脚底的耐克被融化 就连汽车轮胎都爆胎了 气得小帅有点上头 打开车门 从车上拿出限量版的AK 直接撒鸭子就溜 男人来到路边想要打车 却被荡成神经病 就在他准备打电话 叫小弟来接他时 突然开来一辆巴士 他告诉司机 附近有怪兽出没 而乘客居然拿出相机拍抖音 司机也拿出手机准备合照 他让这个二货先别开自己 哭吃一下 溜到车上 把闷闷车开走 但大家居然将他荡成英雄 突然前方出现一辆冒烟的车 而车旁边 有99米高的蜘蛛 哭吃一下跳到车窗玻璃上 吓得大家瞬间哑巴呆住 接着又来一只母蜘蛛 他们爬到车子上 要将这些人给吃了 男人直接让胖子坐到驾驶位上 随后拿出喷子 哭吃就是一枪 而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因为这个车就要爆炸了 大家慌乱地逃下车 再来一泡锤 闷闷车一下化成灰烬 就在两人正在庆祝节后余生时 路上出现了一道百米裂缝 无数只蜘蛛从地底爬出 一场火山爆发过后 地上出现了百米裂痕 无数只蜘蛛从地下爬出 周围人拿武器反抗 有直接被一口闷的 有拿出喷雾剂吓唬蜘蛛的 更有不怕死的肥猪的 而男人拿出喷子 哭吃一枪 和蜘蛛展开了大战 突然地下喷出火焰 小帅知道 这是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通知老婆赶紧离开 而小美却发现不对劲 一只蜘蛛从烤炉里钻出 接着爬到沙发上 女人连连后退 脱下皮外套 砸掉挡风玻璃 拿出宝剑 对着蜘蛛 酷吃就是一剑 而纯精打造的铁剑居然融化了 蜘蛛乘胜追击 而被女人用盾牌挡住 从画框中拿出飞镖 展示自己平时的训练水准 接着 女人有点懵逼 好在这蜘蛛是傻缺 小美从墙壁上拿下猎枪 子弹上膛 直接抱头 凉透的蜘蛛已经凉透 她赶紧打电话 通知姨妈离开 但这已经来不及了 在一声惊叫下 领了盒饭 小美发现了不对劲 她赶紧来查看姨妈咋回事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蜘蛛正在享受美食 小美二话不说 逃出房间 打开门 降门反锁上 吓得小美又一次哑巴呆住 她来到救援部队的车上 告诉他们 她的孩子找不到了 而此时的小帅正骑着单车溜达 地面却出现一个660米的深坑 几人十分好奇 但地下却冒出黑色的气体 大家也是有点懵 准备离开 突然 女孩的脚被吃了 小帅赶紧来帮助女友 一起离开 但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地球上出现神秘物种 男人却选择和她硬钢 然而 吓得几人 仓皇地躲进仓库 将铁门关上 黄毛的手居然诡异地燃烧起来 吓得小伙伴 拿来喷火器喷洒 大家正在商量怎么办时 门外却出现动静 一只会喷火的蜘蛛 正在给铁门重新装修 三人趁机离开 就在几人以为安全时 头顶又出现蜘蛛 他们必须要相处办法 小可爱却直接破窗而入 对着几人摩拳擦走 但蜘蛛的数量越来越多 小女孩因为恶心 呕吐了一地 突然天上掉下一滴滴岩浆 吓得几人连连后退 这是一只比蜘蛛还大的蜘蛛 就在三人以为安全时 小帅拿起喷火箭 对着蜘蛛就是夸夸地喷 然后帅气离开 但小美的身体却出现了异常 无数只小可爱从她嘴里爬出 头顶也被火焰包裹 小可爱顺着地板 对着黄毛爬去 没意会的功夫 她也领了盒饭 小帅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拨打父亲的电话 让她来支援 而蜘蛛皇后已经出现 她带领着小蜘蛛 见到东西就吃 此时的小帅依旧拿着灭火器 和熔岩蜘蛛对抗 很快父母两人接到电话赶来 江小帅就想 父亲俩的心情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开心 但她还有自己的使命要去做 原来由于地壳移动 引发了火山喷发 而生活在地壳中的蜘蛛 从地下钻出 父亲大山接到提示 只要把蜘蛛皇后杀了 就能解决这场危机 大山带着叶弹 爬到楼顶 因为蜘蛛对所有的物理伤害免疫 大山要使出一招从天而下的掌法 将这只魔猪送去西北 接着 在一声爆炸中 世界危机得以平息 中国功夫博大精深 哪怕是外国佬 也是要学习的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 打篮